哈爺 哈爺 还有祝妞 祝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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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妈妈说一句 小朋友跟着大声附送 小小的厨房顿时变成客语小教室 新北市家长志工教育成长协会的客家妈妈们 秀出数十年的好功夫 教导顶普国小的小朋友们 如何制作美味的咸汤圆 甜汤圆以及萝卜糕 并在过程中融合客语教学 让同学们学习到生活中常见的客家词汇 在玩乐中体验客家文化之美 感谢今天我们的市长给我们一个 这个说汤圆还有萝卜糕的活动 我们感觉很高兴 小朋友也很活泼 也很棒 每个都说得好高兴 他们小孩子真的血很快 讲过他就知道 他被问我说 哎呦 怎么办 按胎式 我刚开始比较大 我就按胎式 我说东西要小水 在志工老师的带领下 小朋友开心的搓着三色汤圆 除了传统的白色原味汤圆外 还有粉红色的火龙果汤圆 以及巧克力汤圆 融合在一起的好滋味 更是让小朋友一口接着一口 新北市议员彭成龙 也特别来到现场 和小朋友们同乐 同样身为客家子弟的彭成龙表示 希望借由客家美食课程 能够传递给下一代 优美的客家文化 我们新年才刚过 所以他们今天我们何老师 带着小朋友他们 我们各家人叫做 手鸣 手鸣 大家团圆也美满 我们亲爱的政府 非常的注重语言 所以今天我们从小扎根 我们这些小朋友们 讲他们的母语 客家化真的感觉到非常的好 五年级因为有一个 课与本位融入的课程 那在课程里面 我设计了跟学校本位 有关系的东西 让孩子们去了解客家的文化 那不仅是在课堂上学习 更让小朋友能够实际去动手操作 透过这样子的操作体验课程 让小朋友更加的能够了解 客家文化的美 客家美食的美丽之处 语言和美食 都是传承文化的重要媒介 透过志工妈妈们 和小朋友跨时代的互动 让上一代丰富的生命经验 能够继续发光 优良的传统文化 能够永续传承 新宗新三 数位天空新闻 土城报导 我再次 我再次